可乐菲只是兼职!TVB保安王陈缅良是资深画家古装戏中的山水画都出自他手。 根据东方日报报道,68岁陈缅良昨日5日举办个人画展,虽身为TVB资深绿叶,但原来他17岁开始学画画,在艺术上有深厚的造诣。 他坦言近来少了拍剧,不过就未有打算退休,他说,因为做艺术不一定要讲退不退休,总之有能力的话,都会继续拍剧。 陈缅良擅长画水墨画中的山水景色,原来也会偶尔帮公司画一些道具画,他解释,或者有时那些长期的时间,要拍的夜点才到画画的部分,那当然是拍了重要的细先了,因为人家美术部呢,早上8点开工,你凌晨2、3点叫他开工,好惨的吗? 那些监制就提亮道,就觉得,反正你画画,你都习惯熬夜了,倒不如就帮手写几笔。 陈缅良擅长演绎一些草根角色,也被称为TVB,御用保安被问到他为什么会喜欢做这种角色,他说,在我角度来说,我觉得演戏无什么所谓,监制和导演都审核过这个角色是不是和你这个人物演。 无论轻或重,他也演戏过无数个角色,他也认同演戏跟画画相似,有少少相似,大家都是艺术,相信两者需要的也是观察力,才可以有这么多好的作品诞生。 以下为陈缅良作品,真的是有眼不识泰山啊。